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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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安的挥挥手 吃饱的挥挥手 哈利路亚 感谢主 感谢主让我们在这样一个感觉 让我们每个人都有宝足 在我们宝足之后 我们也是来到神的殿中 我们来寻求神 让我们灵力也得到宝足 Amen 让我们一起来起立 让我们来敬拜我们的神 好吗 最神最为你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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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现在敬拜我们的神 在无数年黑夜里 我用星星划住你的恩典 用真心让我全世界考虑 在我的歌手里 我用衣服在为你 你的美好是我今生受到你 在你一生最美的旧 就是那人生成一符 在你一生最美的旧 就是那心的主意 只要是你一生最美的旧 走开高山是你一生最美的旧 我知道这是最美的旧 我们有我们的耶稣的掌声 在你一生最美的旧 在你一生最美的旧 在无数年黑夜里 我用星星划住你的 你的恩典 用真心让我全世界考虑 在我的歌手里 我用衣服在为你 在我的天一生其的旧 你一生最美的旧 你一生最美的旧 就是那心的主意 耶稣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就是我心口祝耶稣 曾在高山山谷 祂会伴我这种心 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 这一生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就是我认识祝耶稣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就是我心口祝耶稣 曾在高山山谷 祂会伴我同心 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 走在高山山谷 祂会伴我同心 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 我们跟大家给耶稣一个掌声 我们跟大家给耶稣一个掌声 好 我会在高山山谷 祂会伴我 我回到高山山谷 祂会伴我 我们对人 适合 适合的恩典 他们可以一同聚在这天里 这荣耀的天生 求你好受每一位平安健康 幸福 求生幸福 你是我的主 你我走着的路 搞笑我的故 都是你在保护 我忍就会独 你爱我认识我 永远不变地许 这一生 都是祝福 一步又一步 这是恩典之路 你爱你手 千亿我走着人生路 你爱你手 千亿我走着人生路 你爱你手 你是我的主 与我走这一路 高山或低谱 这是你在保护 万人终为独 你爱我认识我 永远不别停息 这一生 都是祝福 一步又一步 这是恩典之路 你爱你手 将我轻轻抓住 一步又一步 这是难忘之路 你爱你手 请你我走这人生路 你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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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 你爱你 你爱你 让我们大家一起来看我们今晚文字 一步又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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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恩天之路 你爱一首相对 一步又一步 只是万望之路 你爱一首相对 我总将人生路 一步又一步 只是恩天之路 你爱一首相对 我紧紧抓住 一步又一步 只是万望之路 你爱一首 想引我走着人生路 你爱一首 只想引我走着人生路 我们请大家请坐 你爱一首相对 你爱一首相对 在你面前 給我信念 是我看見 你看了 你是你笑笑 你過水 從你而來的溫柔淺淚 你竟然在摸摸 喝到藍天 你好雪為我而流 喝到藍天 你已成為榮耀 為我懷念 我的醉 比重看殘美 一種這對心 相浮在你面前 開我心眼 是我看見 你看了 你的心 你說生命我誰 從你而來的溫柔淺淺淚 喝到藍天 你竟然在乎我 喝到藍天 你把雪為我流 喝到藍天 你已成為榮耀 為我懷念 我的醉 比重看殘美 有庭 ゆ原為我有還有的你 arguably在斑過靠紛淺淺 contrast Breat Satisfarгу 犯上的是著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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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ills 我手上的美麗 你的美麗 也有你手上的美麗 你落去 我手上的美麗 你落去 我手上的美麗 讓我們一起來開口 你落去 我手上的美麗 讓我們一起來開口 你落去 你落去 讓我們一起來開口 我所有枷鎖 你落去 你若去我所有忠誕 你若去我所有伤悲 你的意 陪伴所有所散 你若去我所有伤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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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意 陪伴所有所散 你若去我所有伤悲 我的心里 你若去我所有伤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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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看好的心 幸福在你面前 开我心眼 使我看见 打开我的心来 敬拜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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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经历 很多上帝的恩典 有人说 我遇到了车祸 感谢主 上帝带领我 虽然车坏了 但是我人没有问题 感谢主 有人说 我什么也没经历过 那你更应该感谢主 一年 来歌唱好不好 我们跟师班一起来唱 我们一起来 一阵长的心 降伏在你面前 开我心眼 开我心眼 使我看见 一颗安的心 一首声音破碎 从你而来 你温柔鲜悲 喝着安天 喝着安天 你信任在乎我 谢谢主 喝着安天 你保学为我 喝着安天 喝着安天 你一尊贵荣耀为我 喝着安天 喝着安天 你的罪 你充满赞美 你我去 你的我去 我所有的家座 你我去 我所有的家座 你我去 我所有的家座 你我去 我所有的家座 我来相告 祢的命运的所有收藏 合照恩典 祢情人在乎我 合照恩典 祢保险我了 合照恩典 祢一生为荣耀 为我冠典 我的水 必充满赞美 合照恩典 祢一生为荣耀 为我冠典 我的水 必充满赞美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主啊我们谢谢祢圣经说 我们如果不赞美 石头都要歌唱来赞美 哈利路亚 在这个岁尾年终的时候 我们来到祢的面前 来敬拜祢 来数算祢的恩典 在我们过去的年里引导我们走过 不管高山低谷 不管眼泪欢笑 不管健康还是疾病 主祢都带领我们走过 主啊走到今天可以赞美祢的境界 祢一生来祝福我们每位弟兄姊妹 祝福我们的教会 主啊在年龄的时候 把祢的福音传扬给更多的可慕真理的人 传扬更多的软弱的可求意志的人 谢谢祢 祢是我们生命的主 你引导我们走异路 我们一生一世有你 我们就没有惧怕 因为你爱我们 你永远把我们抱在你的怀中 何等的恩典 耶稣你在为我们钉在十架上 何等的恩典 你的宝血为我们流 何等的恩典 你身体为我们破碎 何等的恩典 让我们信靠你的 可以得永远的生命 得平安喜乐的生命 谢谢你今天晚上 在教会你的名要被高举 今天晚上在我们的生命中 你的名要被高举 让我们的心向你敞开 让我们一起来说 耶稣谢谢你 哈利路亚 赞美你 愿你在我们静脉中 得一切的荣耀 哈利路亚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哈利路亚 好 各位们请坐 那我们今天有一个短片 我们有二十几分钟 我们要看一个短片 那这个短片 就今天我们这位摄影师 大家看到李大同弟兄 李大同弟兄 原来是这个十八台的摄影师 你们看过十八台吗 最早我还在这经常接受他的访问 那时候男主播叫高光博 女主播叫什么了 伊雷是什么雷啊 左雷 左雷 sorry 那后来他就信主了 他就奉献了 他也不在十八台了 他就自己做了个电视台 这个电视台叫新式 新的电视台 就这意思啊 在这新媒体时代的新式 那我们教会有好几个 比我也是他的懂事 对不对 还有好多的弟兄姊妹 那我们呢 这个我们放了一个片子 放了一个片子的时候 我们也欢迎大同 外面有他摆的那个 他那个摊位 那他放了很多 他们的光碟 一会儿结束 大家可以去索取 索取我们可以在奉献中 祷告中来支持他们的施工 好吧 那我们来请投影 来放这个光碟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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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风云 瞬息万变 大国兴衰 此福彼起 天命就是天的旨意 天对人的期待 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安生立命 终极的依据 从一个民族的角度来说 这个民族对上帝的态度 会决定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的兴盛或衰亡 因为人它的有限性 人性隐藏的恶 就决定它没有办法 靠着自己的力量 发展出光明的未来 所以需要天的富佑 需要天的引导跟祝福 本系列节目将探讨基督徒的价值观 与日常生活乃至国家命运的关联 讲到正直 中国人常说 出污泥而不染 英国诗人说 正直的人是神创造的最高尚的作品 新公益做正直的事 是上帝对普世人品格道德的第一个要求 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兴衰 那当然也关系到个人的成败 正直就是最高的真理 向最高的真理降服 法国作家于果说 政治人最吃力的工作 是经常把难消除的恶念 从灵魂中清除出去 圣经上有句话 人心比万物都诡诈 坏到极处 谁能识透呢 我从小是一个乖孩子 每一个学期成绩站下来 通常都是品学兼优 当我信耶稣以后 我开始认识我自己 我就发现了 坏念头 坏主义 我想的多的不得了 但是问题呢 我没胆量 我没肿 我还很佩服那些坏学生 有勇气 他们敢做敢为 我想的半天就不敢做 但是我后来就晓得 真正的正直 不是表面的 是理外一致的 中国哲人王阳明说 破山中贼亦 破心中贼难 一个小小的水平仪 就可以保证大厦建的正直 万千条详尽的法规 却不能阻止人走邪路 美国密西根州 有个高龄的政府官员 叫布林克 大概对自己的前途 没有把握 请人算命 官员算命并不犯法 但检查机关 发现他把51万元 付给一个看守项的 并用医疗咨询的明目报销 2016年东窗事发 新闻岛屿很俏皮 这位官员 终于知道了自己的未来 因花公款算命 将坐牢至少32个月 法官判决 69岁的布林克被撤职 除坐牢外 还要缴付退款和罚款 102万美元 并且必须放弃 200万美元的退休金 布林克断送了自己的前程 也砸了算命师的招牌 无论政府机关 还是公司商号 常有虚报冒领的现象 甚至在纪律严明的军队 也难以杜绝 我们那时候当兵分发到陆军总部 工兵署整修全台湾陆军非行政的营房 我念建筑的 所以我的长官就说 这个案子就交给你来做 我那个时候就到台湾各地去勘察 第一次出差 有三个长官 他们都是上校中校 我是少尉嘛 就带着我就到了台中 站车基地场 看了一天 他们就都回台北了 他说少尉 后面的行程 你一个人走 我就走了大概一个礼拜 回到了台北 那个上校组长就说 少尉 我们出差费都报好了 你领钱就可以了 我一看 怎么领两个礼拜 我说我才出去一个礼拜 你让我报两个礼拜 那我不行 这个违背了我的良心 也违背了我的信仰 我是一个基督徒 他说违背也没办法 都已经盖了章 钱都领下来了 你不能再去改 他说这是国家 对我们这些军人的一个补偿 因为我们这一批人 都是抗战时期 西南联大的一批大学生 通通都投笔从容了 十万青年 十万军 我们都是为国牺牲奉献 很多人都去世了 政府觉得亏待我们 所以就让我们用报出差费的方式 来补偿我们的生活费 我说我很佩服 你们为国家牺牲很大 但是我不是 我就把多余的钱就奉献了 但是我想说 主啊你也不喜欢这个钱奉献 这个钱本来就不是应该我拿的 因为还有三个月要出去勘察 我就祷告 主就给我智慧 所以我就跟我的长官说 请求以后我一个人单独出差 出差几天我就报几天 我要对得起我的良心 我要对得起我的上帝 所以我的长官说 哦 我很佩服你 你的信仰 可以这样做 稍微你就单独出差 你报你的 从此以后 在我的那一个组里面 那一些长官对我都是另眼相看 该做的事交给我做的话 都很放心 他从来不会担心我做什么 歪七扭八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一开始 你就把见证摆出来 那后面反而更容易做事 信仰是人心中的水平仪 实时提醒人 引导人走在正路上 人有正直的一部分 可是很少 我以前哪里有个正直 我坏事干多了 从幼稚园就偷我妈妈的口红 送给我幼稚园女同学 初中到高中读了七年 借了两个大过两个小过 偷东西 作弊 说脏话 信耶稣那天开始 生命改变 里面有那个正直公益的种子 就帮助我可以过一个公益正直的生活 我当时在铁路局工作 上班的第一天 老板就给我一张收据 签名领钱 我说什么钱 出差费 我说没有出差怎么能领 他说大家都领 我说我是基督徒 我要诚实 我要正直 不该做的我不能做 各行各业都有规章制度 但涉及个人利益时 明知违规 却常用大家都这样做 来为自己开拓 如果我一个人不这样做 第一 别人会讨厌你 因为如果你是光 黑暗就会被你照出来 那大家会不舒服 第二 很现实的你就会损失很多利益 做对的事情 不一定有好的结果 我要的是哪一个 我更在乎的是哪一个 因为世界上的东西就是道理 圣经是真理 道理跟真理怎么能比呢 我那时候三十岁不到 遭到很大的反对 羞辱排挤 他们责备我自明清高 所以当我们就是面临一个冲突 一定会有冲突 要不要说谎 我信主到现在五十五年了 我就是不说谎 有没有吃过亏 有 有没有招惹很多麻烦 有 但是坚持的结果 人会相信我是个诚实的人 他们会给我很多的机会 是别人没有的 这件事情传到了当时交通部部长耳朵里 听说铁路局有个姓范子 连这个钱都不拿 显然他很可靠 很正直 于是就把我从铁路局调到交通部 做部长的机要秘书 在台湾的文官制度里 我当年是委任十级 这是文官里最小的 马上跳到剑任四级 普通的公务员 十四年才能做得到 我两年就到了 所以当冲突来的时候 不要怕 眼前亏会吃 长久来 绝对不会吃亏 当一个人手中掌握权力时 常有贿赂送上门来 若无坚实的信仰 很难持守正直 我的父亲当时在河南省 做建设厅长的时候 戴德生的孙子戴永勉牧师 在河南开封 带他信主 他信了上帝以后 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正直 当你面临很多选择的时候 只有官位 甚至有钱财 美色 难免人就迷失了 走走歪路 我的父亲在抗战的时候 他担任过全国税务署的署长 他上任不久 有商人送我们家一个蛋糕 吃完蛋糕以后 我妈妈就发现 那个蛋糕的盒子下面底 有一个信封 那个信封里放了五万美金 就是来贿赂我父亲的 隔了两天 有一个为他庆祝的生日聚会 他就把这个信封拿去 给他们留个面子说 上次你们到我们家 那个蛋糕谢谢 很好吃 不过你们忘了点东西 先还给你们 你这样一看当然就了解了 当时你想想看 五万美金 一九三几年 大型工程项目通常采用公开招标的方式 以寻求既能保证质量 又能报价合理的承博商 工程投资庞大 动辄上益 所以是有所惠舞弊等丑闻传出 所以你要不要这个大的工程的时候 要贿赂他们 这个关我过不了 决定说政府的工我们不做 面对中小企业商家 也有类似的问题 当你经过几个月的不断的跟进 最后生意谈成以后 这个负责的人他会告诉你说 你可以把你那个发票 价格把它提高起来 那相差的是 他会负责怎么处理 你不用担心 你一样得到你的钱 我说我不明白 为什么要把它提高起来 他说你是做生意吗 我说是 那你不了解这个吗 你回去想想 如果你不愿意把它提高起来的话 你就不用再回来见我 我当时第一次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很烦恼 我跟进了好几个月 终于谈成了 他竟然告诉我提高 但是我没有损失啊 经过一个星期 好了以后回来见他 他说想好了吗 想好了吗 那就好了 我说对不起 我不能 那不能对不起 这个生意谈不成 我选择做对的事 合乎圣经原则的事 但是眼看的我就有损失嘛 不做假账 不送红包 我这笔生意就拿不到嘛 在面对十字路口的选择的时候 我不管别人怎么做 我面对的是我自己 我的价值观要不要改变 第二个方面是 我相不相信 照着圣经的原则过日子的时候 他负我的责任 同一天 我去见另外两个孤儿 签订另外两个合同 你看上帝多幸福 以后这个变成我们公司的一个 Policy 绝对不可以请顾客吃饭 我们是以我们的服务 以我们的实力跟顾客讲 我做了在二十几年 没有一分的应酬费用 对我是做美国油气田投资 就是评估经营管理 在阿富汗这个政府恢复以后 他们要把一个很大的实力区块拿出来投标 评估这个区块资料整理加上评标的这个委员会专家都是美国派去的 很多费用都是美国出的 我们当时投标的时候我们是美国的公司组成一个投标集团 我们和这个纪录评估的团队负责人谈过 我们也以为能够照顾一下 是我们能够中的这个标 他说对不起 我们有我们的规矩 有我们的要求 我不能帮上你这个忙 你还按规矩办事去投标 所以这个体现了美国的文化 价值商业伦理 都是根据圣经而来的 当然了美国现在发展的这一天 很多人不相信上帝也不相信圣经 做出一些与这个商业伦理或者违规的一些事情 但总体来讲 我在美国升级30周年了 一般的人不会说靠着关系给你做出越轨的事情 我们东方国家吧 首先这个项目我们都问一问 有没有关系 投标委员会决策城里边 有没有人为你讲话 有没有人为你出力 没有关系 务实的讲 你就不要浪费时间了 但美国这边有个项目 我一般不问这些问题 完全看着公平竞争 其实耶稣基督讲说 是就是不是就是不是 多数一句都是出于魔鬼 这个看着简单 做起来太难 可是这个社会让我们是就不是 不是就是是 可是我觉得要有一批人 效法耶稣基督 不仅是有一个信仰 重要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改变 那我有个朋友去宣教 他住在一个五星级的宾馆 宾馆的老总请他吃饭 他就问这个总经理 你怎么信主的 总经理说 我就好多年前了 这个遇到一个女孩子 在我这里在前台 那么有一天 我一个朋友来住我们这酒店 住完了临走的时候 让我这个职员 这个女孩子给他开一个 七天的罚票 他支住了一个晚上 这女孩不给他开 这女孩告诉他 是就是不是就是不是 这人说我回去报销 我拿七晚上的钱 可是你没有损失啊 他说可是我不能这样做 他说你不做 我找你们这个经理来做 这个经理就来了 经理说给他开吧 我们又没什么损失 他说我不能开 他说为什么呀 他说是就是不是就是不是 你住一个晚上就不是七个晚上 这个经理就把这个女孩子 就给撤职了 打扫这个房间去了 坚持这个原则 有时候人家会反对你 有时候人家会嘲笑你 有时候人家会排挤你 但是日久之人心 你的品格品牌做出来以后 人家会敬重你 人家会用你 过了一段时间 这个经理被提为总裁了 然后他想到财务总监 谁做最合适呢 后来他想来想去 那个女孩最合适 人家本身就是大学毕业 学财快的 他找女孩谈 你要不要做财务总监 我觉得你合适 女孩说为什么合适 他说因为你失求是 不是就是不是 这个在今天的社会不容易 这个话是你爸爸告诉你的吗 他说不是 这个话是耶稣基督告诉我的 那那个经理说 那我也要认识耶稣基督 这个女孩就把她带到教会 她就在教会里信了主 只要我们坚持 我们自己做一个光 这个光就会越来越大 走到哪里 我们都会影响这个世界 上帝要你做的你做 上帝不要你做的你不要做 这叫政治 巨大的财富是巨大的诱惑 最能试炼人心 考验政治品质 一座颜博士在自家阁楼上 创建了一家医学顾问公司 不到十年 发展成这个领域中最顶尖的公司之一 当我把公司卖掉的时候 超出我所想求 怎么会有这么多钱进来 因为我这个公司是一种顾问公司 我的资本其实是等于零 所以所有赚的钱都算是一种盈利 要付非常大的一笔税 纽约市场的有一个很大的投资公司的人 就来找我了 给我讲说 你晓得吗 你要付多少税吗 我说我大概知道 他说你自己辛辛苦苦的 创业打拼了十年 美国政府并没有帮助你任何事情 你要付这么大一笔钱给美国政府 这个是不应该的了 我说该付的税就要付啊 那他说我有个办法帮助你 可以一毛税都不要付 我说不太可能的事情了 然后他就给我建议 他说我可以把你的所有的卖的钱 送到Camin Island去 我们经过几样的商业的转来转去 转来转去 你的nether profit是zero 在我心里马上就有神的话来告诉我 你要逃避金钱的诱惑 贪财是望而之根 所以说我当时跟他讲 我绝对不会做这样的事情 该付的就付 那当然我就交了很多税 大概不到两年 有一天我突然打开 Wall Street Journal Financial News The New York Times 一看 哇不得了 这个人名字在报上 美国政府要起诉他 说他帮助大公司跟有钱人逃税 逃到Camin Island 说他们明知故犯 所以说就把他起诉了 我一看那个消息以后 我在心里马上就赞美神 我说神啊 你的话语确实是我们脚签灯路上的光 帮助我们走前面的道路 要不然的话你想想看 如果我听了他的话的话 我可能就坐牢了 报纸上把我名字登出来 我这个医生这么辛苦的工作 金钱全部被他骗光了 那是毁了医生啊 这是毁了医生 所以我很感谢神 当我们把神的话语 用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上 确实对我们有很大很大的帮助 有句会计人口的诗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牧之名 今天在文明国家里 一个人持守自己的信仰 并不会带来杀神之祸 但这样的世界来之不易 每当风云突变的历史关头 总有人为持守正直 付出生命的代价 八十年前的德国 法西斯主义甚嚣尘上 邪恶的政权最擅长 把自己用祖国人民的名义 包装起来 德国不少教会 居然与纳粹同流合污 有的牧师学者 甚至公然力挺希特勒 知识和学问 并不能使人持守正直 正直是有极大的代价的 教会在正直的品格里面 要有道德勇气 在真理跟正义的立场 不顾代价 我们敢挺身而出 我说起来很容易 要做是不容易的 以卡尔巴特为代表的 139名神学家 发表八门宣言 联名反对纳粹德国建立的 所谓德国基督教 抨击那些教会 背离信仰 背离神 而转向民族主义和希特勒 巴特将宣言 直接寄给希特勒本人 随后他因拒绝向希特勒宣誓 被迫辞去波恩大学教授职务 返回瑞士老家 更令人敬佩的是潘霍华牧师 当纳粹党越来越嚣张时 潘霍华勇敢地批评 那些保持沉默的教会 目睹无法无天的残忍暴力 无数无辜者被残杀 教会并没有想办法帮助他们 他大声几呼 让我们停止自我欺骗吧 1933年 正当希特勒受到德国民众 狂热拥戴时 潘霍华在柏林电台发表演说 直言不讳地痛斥民众的愚昧 和希特勒的狂妄 还没有讲完 广播就被切断 在朋友的帮助下 潘霍华逃到美国 当他看到 希特勒在欧洲燃起战火 毅然返回德国 参加了反法西斯的抵抗运动 1943年被关进集中营 1945年4月8日是复活节的主日 他对难友讲的信息是 因他受的鞭伤 我们得医治 刚讲完 党卫军就冲进来 他对难友说 这是终点 但对我来说 这是生命的起点 4月9日 潘霍华牧师被绞死 年仅39岁 那今天这样的品格 已经在社会和教会里面 被疏忽了 政治现在几乎没有 公义几乎没有 这是非常可悲的事情 三个星期后 希特勒自杀 法西斯德国土崩瓦解 永远被定在历史耻辱柱上的 不仅有纳粹党徒 还有那些助纣为孽的 牧师学者们 历史之所以让人难忘 实在是因今天和他太相似 今天到处都有以国家的名义 以民族的名义 去强迫个人做违背良知 违背政治的事 自从美国人 尤波罗斯把赞助商 引进到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 士德奥运会第一次盈利之后 体育在商业化运作中 得到空前发展 人类每前进一步 必有意想不到的灾难跟随 金钱的诱惑 使体坛上的政治被贪婪吞噬 黑哨假球及兴奋级问题层出不穷 越演越烈 从200年开始 奥运会运动员试词中 特别增加了反兴奋级的内容 可见问题之严重 蓝斯·阿姆斯壮 美国公路自行车职业车手 曾七次获得环法自行车大赛冠军 2012年10月美国反禁药组织宣布 阿姆斯壮长期使用禁药 虽然他已退休 但不能逃避惩罚 国际自行车联盟宣布 十多他的七个冠军头衔 追回三百多万美元的奖金 并终生禁赛 不但运动员 就连很多国际体育机构的官员 也频频曝出丑闻 2015年11月初 国际田径联合会前主席迪亚克 被法国警方拘捕 他被控受贿100万欧元 协助隐瞒多名俄罗斯运动员 在奥运会中要减阳性结果 这个丑闻凸显出禁药问题 不仅是运动员个人孤名钓鱼 而是某些国家有组织 有计划的行径 俄国作家托斯托耶夫斯基说 我们不能同杜金的邪恶和睦相处 为了所谓祖国的荣誉 鼓励甚至强迫运动员服用禁药 就是不折不扣的杜金的邪恶 离开正直 任何耀眼的记录都是丑陋 中国古人讲 正直者顺道而行 顺理而言 公平无私 行公义 那就是正直的生活行为 但是当一个人有正直生活跟行为的时候 一不小心他就自以为意 他就狂妄自大 我们中原是一个基督教的大学 大部分还是没有信主的 我常常勉励我们基督徒的 不管是教授主管也好 我们没有特权 是不是基督徒 比较容易做到主管 比较会得到一些好主意 想都不要这么想 我们真正的特权是上帝的儿女 我们那个得救的特权 我反而更要谦卑 更愿意服务别人 所以在这种深谦对教授的深等各方面 我绝对要拿捏得很清楚 就是说要看他们的表现 不只是工作上的表现 德行典范 是不是真正爱学生 师生要共同追求成长 我们要做榜样 不管在言语行为上 看到不公义的事情 敢用爱心说诚实话 敢出来批评 而不是说说在那里 不敢讲话 甚至心里面还自己觉得说 我就是有怜悯 有我爱心 不要去指责别人 我觉得那个是伪善 那个是法利赛人的行为 我常常跟我自己讲 我也鼓励基督徒 要容神义人 违反圣经上的这些原则 是不可以的 成为基督徒并不意味着 我们对自身的私欲和外界的诱惑 有了终生免疫 正直是我们永远要学习的功课 就是我们与神同行 不断地受神的话语的引导 受圣灵的感动 基督徒甚至有名望的牧师 传导人操守不良 甚至犯罪的案例 实有所恩 包括基督的教诲 我们纵容罪恶 这是圣经不许可的 做传道人 做牧师 也有这种危机跟试探 但他很成功 有口才 他表达的时候很多人欣赏 当然有群众的时候 但是同时 他有在一个考验里面 因为他的自我受试探 他的自我会飘飘然 信仰不仅在教堂里 更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 在这弯曲背谬的时代 一个人持守正职非常困难 需要有同伴相互扶持 有一次我讲到莫迪改 为主坚持 不该做的事就是不做 以思天为主坚持 死就死吧 我就去去 讲得慷慨激昂 讲完下来之后 有一个姊妹来找我 就跟我讲说 我就是公司的会计 我就是做两本账的人 我每次做完我都不平安 可是我没办法 因为他是我的老板 我是不是应该顺服 圣经那个更大的权柄 神的吩咐呢 你知道他问我说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因为讲完之后 被老板fire的是 他不是我 但是作为一个牧师 我怎么可以跟他讲说 刚才讲的是圣经的道理 但是在生活上 你在考虑考虑 我怎么能这样呢 我只能跟他讲说 来我们俩一起跪下来祷告 祷告完之后 他就告诉我说 牧师我觉得 我要去告诉我的老板 我不可以做两本账 就跟他说好 我支持你 你知道我第二天进室祷告 我怕死了 我吓坏了 我想完蛋了 我心里想神 给我们一个神迹 给我们一个神力鼓励我 不然以后我再也不敢讲这种道论 第二天到五点钟 他打电话给我 他只说了一句话 我被fire了 他就刮 我真的是哭 我说上帝啊 你这样叫我以后怎么讲道 我怎么敢站在台上讲说 弟兄姊妹 照着圣经的方式去做 神会祝福你的 我真的哭 但是神给我一个话 他向我们所怀的一念 是赐平安的一念 不是降灾后的一念 要叫我们 末后有指望 我想对 末后一定有指望 我就打电话给他 跟他讲 神关了一扇窗 一定给你开扇门 你祷告 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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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礼拜过去 问他有没有工作 没有 两个礼拜 三个礼拜 一个月没有 两个月没有 三个月没有 我告诉你 我诚实的说 从那个之后 我在教会 非常害怕看到他 每次看到他圆圆的 我就给他一个表情 没有 还是没有 半年多过去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个人 一年过去 你知道他熬了十三个月 有一天他打电话给我 叫我 牧师就开始大哭 我想完了 他已经崩溃了 受不了了 哭了快二十分钟了 然后跟我讲 孙牧师我告诉你 我找到工作了 有一个我过去的客户 他一直找我 是一个美商 非常欣赏他 尤其那个美商知道 他是因为这样的缘故 被file掉的时候 可是我原来的公司老板 生我的气 故意不把我的电话给他 他说我就一直找你 一直找你 我终于找到你 一定要用你 我为你办移民 你到美国来 我给你一个财务主管的工作 然后我给你搬家费钱 他说你知道吗 牧师 他给我的这些 加起来 是我 这十三个月薪水的 一百倍 哇 多么令人振奋的见证啊 对基督徒来讲 正直不是可有可无的选择 面对世界的诱惑 时时要尽情 只要我们坚持做正直的人 神的祝福一定会降临 让我们从今天就开始 音乐 当天的世界 我们要做的正直 是很难的 靠自己是可信 但是感谢主 我们有这个信 我们有从耶稣基督而来的信仰 帮助我们 因为我们相信 我们的神供应我们一切 而且我们也相信 我们做什么事情 都从心里做 圣经教导我们要从心里做 因为不是为人做的 来是为神做的 而且圣经还应许我们 我们是从神生的 就胜过了这世界 胜过这世界的是我们的信心 所以我们很感谢主 神赐给我们的正直的 真正的信仰 谢谢心事传播 为我们预备的短片 那我们刚刚大同 心事传播的主要同学 给我讲 今天特别的为我们预备有礼物 我们今天在散会的时候 在出去可以 每一家 可以有一片 你可以拿走 他说是免费的 我说是真的免费吗 那我想我们为了支持 心事传播 我们可以爱心奉献 我们可以就用我们的奉献 来支持他们 拍出更多更好的片子 感谢主 好 接下来是 接下来是我们由 我们的师班 我们教会的师班 请往前来 上到台上 我们会为大家 预备了三首的师哥 来 师班请往上来 师班的第一首 第二首诗歌 第一首叫做奇异恩典 第二首是感谢神 好 我们有请师班 感谢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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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父亲 要用于福音 要用于福音 用于我们更多的来传扬福音 更多来认识我们这位神 我们把这首诗歌我们唱一遍 我们支票的title 写HCCC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我就封信 不需要神来帮助你 感谢神 仿佛与美 感谢神 过去的同在 感谢神 住在我旁 感谢神 四温暖春天 感谢神 凄凉秋天 感谢神 莫干我眼泪 感谢神 四温暖春天 请同工们到前面来 感谢神 祷告梦盈云 感谢神 为梦摧天 感谢神 过曾经风暴 感谢神 仿佛供应 感谢神 赐我故意了 在绝望中的安慰 感谢神 无限恨恋 感谢神 无彼此爱 感谢神 此路旁玫瑰 感谢神 美归有此 感谢神 此家庭温暖 感谢神 有福盼望 感谢神 此喜乐忧愁 感谢神 感谢神 祝天平安 感谢神 此明天盘望 感谢神 直到永远 我们来祷告 我们来祷告 谢谢主耶稣 谢谢赐给我们生命的气息 祢赐给我们健康喜乐 祢赐给我们家庭温暖 祢赐给我们儿女成群 祢赐给我们工作 祢赐给我们工作的能力 祢赐给我们智慧 让面对人生许多的艰难 祢赐给我们健康 祢赐给我们空气 祢赐给我们食物 祢赐给我们生命所需的一切 主啊 今天当我们把风险 交在祢的面前的时候 也献上我们真诚的心 感恩的心 让我们作为一个感恩的人 在过去年里 感谢祢保守我们走过来 今天可以在这里 健康的站立来敬拜祢 感谢祢带领我们的孩子 我们的儿女 不管他们走多远的地方 他们的心都在祢的面前 他们都蒙祢的保守 感谢祢给我们人生的配偶 虽然我们还有一些的摩擦 但是主 当我们艰难的时候 总有人陪我们走一同的行路 主我们谢谢祢伴随我们 走过过去的每一天 在新的一年 祢的祝福要从天而降 降到每个弟兄姊妹的身上 让每个凭着信心 献上奉献的弟兄姊妹 在天国里面蒙的乐大 主啊 求祢来祝福我们的奉献 上奸下流的祝福我们 主啊 敞开天然的窗户 祝福我们 主 让我们生活工作一无所缺 让我们靠着祢 在新的一年恩上奸 利上加利 哈利路亚 谢谢祢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Amen 哈利路亚 给耶稣一个掌声 感谢主 好 我们下一个节目 小辉的独唱 我们请 我的侄女张小辉 英文名字叫Ruth 刚起的 他长得像不像我 有点像是吧 我们东北人吧 都猪腰的脸 我们两个是他16岁参军 我出事儿 89年被通缉 他那时候喜欢唱歌的军队的歌舞团 后来就因着我 结束了他歌唱的生涯 他不得不离开军队 所以我很对不起 sorry 但是感谢主 我的侄女儿 信耶稣了 我们全家都信耶稣了 所以你看他现在 还是这样的喜乐 感谢主 今天让大家给我们献首诗歌 好不好 欢迎 谢谢 弟兄姐妹感恩节快乐 感谢神的创造之恩 感谢神的拯救之恩 也感谢神一路的保守和看护之恩 为弟兄姐妹在这感恩赞美之地 献上一首感恩的泪 感恩的泪止不住的流 心里的花儿说也说不够 有个自然和我 一双定寒的手 透向九壁的门 一个柔和的声音 把我们的心躲走 冰之中是十字架的落 有风有雨很大 很难也很苦 这次爱的笑 是谁拉着你的笑 没有任何理由 不去走脚下的路 感谢主 哈利路亚 感恩的来 知不知的了 心里的话 说也说不到 一双叮喊的笑 口响就给你们 一个柔和的声音 把我们的心夺走 出发 пес唱的落 冰之中是十字架的落 灵芬之中是十字架的落 没有任何理由 不去走脚下的路 明知这路 现世自家的我 有风有雨和你那 患难也很苦 初次爱的手 试试拿着你的手 没有任何理由 不去走脚下的路 没有任何理由 不去走脚下的路 感恩的事情真的是很多 在过去的一年 我想是我们每个人都有 那时间关系 我们今天也特别安排了一个 就是我们的沃纳团契的Amy姐妹 她会有一些感恩的见证给大家分享 有请Amy姐妹 大家好 我是Amy 我今天的见证是感谢神医治我的手 不好意思 有点紧张 那我来美国差不多快四年时间了 然后中间我的手因为扭伤 大概看了有六七个中医 然后一直都没有治好 然后反倒这个手就越来越严重 然后有段时间呢 这个手严重到说 我那时候在R1做设计的工作 严重到说我的手完全不能去转动 还要去打字 到学校的时候考试也不能去动笔 因为整个手完全就僵硬了 还是有点紧张 那后来这个手我就跟神一直祷告 我当时在中福 包括ICU园教会我都有去 因为我之前祖儿晚 后来搬到罗兰汉 可是他们好多人都帮我祷告 牧师都没有用 后来我的手就开刀了 开刀那天还在祷告 开完刀以后不到一个月就复发了 复发以后医生说 那还要再开 可是我阿姨说如果这样开的话 那可不可以完全治好 医生就说 那要拍一下MAR 看一下那个手的状况 可是拍完那个MAR以后发现说 开了一个长了四个 那医生当时就说 那如果这样子手要 可能要再开的话 要把那个韧带切掉 如果切韧带的话 这个手会短 就是短一截 那我阿姨就说它还那么小 如果这样子的话 以后那一辈子怎么办 那后来医生就说 那没有办法 我现在我的医术只能到这个level了 我可能要帮它转到大一点的医院 后来就帮我转到UIC的医院 UIC的医生呢 看完以后呢 他也没有很好的办法 我当时觉得 这是一个很小的病 怎么会治成这样子 到后来的时候呢 有一个骨科的专家 汇诊我的手 他们就说帮我转到 他说我的手的病名叫PVNS 那这个就像树根一样 如果你开完以后的话呢 它越发越多 直到的话 轻视你的骨头 那这个手就骨头空了以后 我这个手就残了 那后来我听了以后特别害怕 帮我转到那个骨科的 Sinamonica 有一个Council Center 里面全部是得癌症的人 然后把他们放在一起 他说你这个名额要等 因为我们欧洲跟美国 每个月只有三个名额 那我等了差不多有三个多月 当我在UIC会诊的时候 医生说 你这个三个多月再拍了MRI 中间一直在帮我祷告 还有Rose姐姐 还有那个教会 温娜小组的都在帮我祷告 三个多月以后 医生那天我去的时候 10月27号 因为7在圣经里面 是完全的一个数字 10月27号那天去完以后 医生就说 哇你这三个多月 怎么都没有在涨 一点都没有在涨 然后我下午就突然接到电话 接到说圣诞莫尼卡那边的医生说 哎你的名额等到了同一天 偶尔觉得是神真的很恩典 然后我 可是我去抽血的时候 我要做各项检查 因为这个药是FDMU Pro 的试验的药物 所以我做各项检查的时候 我的白血球就是过不了 第一次测的时候只有1.3 再测的时候1.2 到后来的时候 医生说你必须要达到1.5 你才可以吃我们这个药 因为我们这个药是致癌症的 它是可以把你这个肿瘤治好 但是呢就是说必须你的白血球达到1.5 我回去那六天就一直在祷告神 结果等到六天以后 我再去抽血化验的时候 感谢主1.7 超额量 然后我还是很害怕 我觉得说因为有27页的副作用 我当时看完就傻了 我就没有想象到会这样子 那中间因为做化疗 各种各样的副作用都会有 那我就不敢去了 排到我命额的时候 10月 11月 我是11月17号 那天晚上我一晚上都没睡好 我又跟张伯利 还有教会的 我们小组的人都在帮我祷告 然后张伯利当时呢就跟我讲了一句话 她说Amy姐妹你要喜乐 喜乐的心是良药 又伤得临时骨枯肝 她说如果你喜乐的话 你信心就特别的强 那这样子你的病就得医治 我当时就记住两个喜乐 当我到了那个医院的时候 我很紧张 因为我从小到大 我没做过化疗 我身体特别好 就是来美国这个时候 我治了三年多 就完全没有信心的 后来医生就走过来 那个医生是 我在USC见过的那个医生 也是整个 是那莫尼卡康城森特的老板 她走到我面前说 你这个药只有三个副作用 我当时就很开心 因为教会的姊妹帮我祷告说 完全没有副作用 后来呢 她说可能脸会腐肿 那身上会有一些红斑啊这样子 然后如果说你有生孩子的话 你这个胎盘会畸形 我说我现在都没有打算要生孩子 她说那只有两个副作用 结果我化疗完以后 那天我是两天抽了二十四瓶血 然后化疗完以后的话 我一点副作用一点感觉都没有 晚上的时候我刚好去教会 是星期五的小组聚会 刚好那天张伯丽牧师也在 第一次看到她在那个小组聚会 然后她看到我的时候 就问大家说 你们有没有什么要祷告的事项 我说我有我有 我那个我手还在化疗 因为这个短的话要半年 长的话要一年多 那个张牧师就看到我说 感觉好像你很喜乐 不像得这个病的样子 因为我那天特别的开心 我是觉得说 再人不能再生凡事都能 因为就像我当天晚上 我哭了一晚上 我就一直在哭 我就想到保罗身上那一根刺 那我就想到说 因为神的恩典是够你用的 因为神的恩典 是在你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所以我这一次经历了神 就是跟神同在的这个事情 因为这个病 已经长了我三年多 我现在还在化疗 但是因着对神的信心 因着依靠神 我现在对自己这个病充满信心 而且我的手 一直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所以也感谢主 也感谢大家 以及帮我教会小组 帮我祷告的姐妹们 我也希望大家一生都能走在神的祝福里面 谢谢 感谢Amy姐妹的见证 我们把荣耀归给神 我们的神是 真是胜过黑暗死亡 胜过疾病的神 我们的神是那一位 为我们流出保血 为我们受鞭伤的神 感谢主 好 接下来是我们的Rancho Kokomanga 团契的歌舞表演 《野地的花》 请Rancho Kokomanga上来 请Rancho的弟兄姐妹都上来 他们一起来唱 有准备的都过来 都上来 请Rancho的弟兄姐妹都上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美丽的衣裳 天空的鸟儿 从来不为生花芒 自爱的天父 天天都堪固 沙岗爱世上人 为他们预备用生的路 一切需要 天父已经都知道 我心中烦恼 让他为你除了 自爱的天父 天天都堪固 他是全能的主 幸好他的人 真是有福 一切需要 天父已经都知道 天父已经都知道 我心中烦恼 让他为你除掉 自爱的天父 天天都堪固 天天都堪固 他是全能的主 幸好他的人 真是有福 他是全能的主 幸好他的人 真是有福 天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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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 我们今天其实我们还有一对老夫妻 一个82岁一个80岁想给我们跳 跳不跳了 跳啊 跳吧 跳 跳来我给你伴唱 我们一个这个老朋友了 感谢主 要不来李叔叔要不要跳 所以啊弟兄姊妹 你还能跳 你就要感谢主 你们 我们有多少不能跳的剧手 你们不能跳剧手 谁有那么年轻不能跳了 腿脚有问题 来来来跳一个 李龙雅 来吧欢迎82岁 你们猜他俩谁82岁 这个82岁 找个小丈夫80岁 我们两个人01年 麦克风 麦克风 就是认识了张牧师 那个 我们受洗那天 正好是张牧师讲到 讲到什么呢 讲到挪亚方舟 讲到 以后如果再有911这样的灾难的时候 什么地方最安全 到教会来 所以 阿们 真是感谢主 今天 我们就 我和我太太 我和我姊妹 就把 新疆民歌 打版成的姑娘 改编成 赞美主的歌曲 我来唱 他来跳 请张牧师 给我们伴奏 F调 F调 打版成的姑娘 没有爱呀 不拉花大又甜 打版成的姑娘 变自长 那两个眼睛 真漂亮 你可知道 我们都是挪亚的后代 也总是我们的旧主 他在十四家长 为我们赎罪 把宝雪献上 Di la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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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 la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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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 la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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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 la da da 诺亚的后代 我们要心靠住 主耶稣的恩典 主耶稣的慈爱 是可赞美且莫忘 要读圣经 要想做祷告 要做新造的人 让我们一起唱着 哈利路亚 走向那天堂 要读圣经 要想做祷告 要做新造的人 让我们一起唱着 哈利路亚 走向那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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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 谢谢 谢谢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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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感谢主怎么样 哈利路亚 八十二岁 我要到八十岁 我也能这么跳 感谢主 哈利路亚 你也一样感谢主 我们真的是 看到李叔叔 还有李大婶 他们信主以后 在主里面的喜乐 平安 我也感谢主 我们是老朋友了 虽然不在一间教会 今天来了 我见我说 还跳吗跳 我说要不要跳一个 所以感谢主 好 弟兄准备感恩节快乐 跟你旁边握手 说感恩节快乐 认识一下 感恩节快乐 哈利路亚 那我今天分享很短 我们今天大概 我就讲十几分钟 就差不多了 因为时间的关系 那我们感谢主 我们感恩节能在一起 哈利路亚 我今天感恩节 我特别喜乐 因为今天感恩节 我的侄女来了 大家看到 又美丽 又会唱歌 她还有绝活 厨房特别棒 那来这两三个月 我基本就没做饭 每一天从早到晚 哇 这个 在美国这么多年 没吃那么好的中餐 这个 这个技术一流 哪天你们到家来吃 不都来我们家做不下 一个组一个组来可以 可以考虑 感谢主 第二个 师母回来了 师母回来了 师母在神医院 我们家 我们家学霸回来了 就是这意思 那这个神医院里边 取得很好的成绩 感恩节也特别回来 路过纽约看看儿子 然后又看看这个外子 然后感谢主家里边 这个感觉又很好的 在一起我们祷告啊 分享 感谢神 那今天我分享的题目呢 是凡事先 我们看一段经文 这个经文在帖撒罗尼迪迦前书的第五章 啊 我们来看这个很简单 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 第五章十六到十八节 一起来 要常常喜乐 不住的祷告 凡事谢恩 因为这是神 在基督耶稣里 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我们再来一遍 一起来 要常常喜乐 不住的祷告 凡事谢恩 因为这是神 在耶稣基督里边 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能不能背下来 能背了 关掉 我们再来背啊 好不好 一起来 要常常喜乐 不住的祷告 凡事谢恩 因为这是神 在耶稣基督里边 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阿们 哈利路亚给自己一个掌声 背下来了 太棒了 非常重要 我跟你讲 神的话 是什么 神的话是生命 阿们 神的话是力量 神的话是你生命的全员 你要想你生命不枯竭 就要经常来读神的话 来背诵神的话 我刚信主的时候 那背神的话背得很枯燥 一到晚上的查经的时候 这查经组的组长就逼着我们要背 觉得好枯燥 那现在真的是甜美 到一段时间就感觉到神的话真的是甜美 你看到神说什么呢 这段经文是保罗所说是命令式的 他说你们要常常的喜乐 不是sometimes 是always 我给你们甩两句英文 我一甩英文你们就乐 因为我这英文有点东北口音 要常常的喜乐 要不住的祷告 要凡事先 凡事先就 什么叫凡事先 everything 所有的事情都要先 那你说 我遇到一个很不高兴 我要先吗 感谢主 那天艾瑞克出车祸 我们在微信里替他祷告的时候 他说感谢主 我的车虽然碎了 但是我们夫妻平安 而且经过检查 突然发现骨头没有任何的伤害 他开那是BMW 那么扛撞的车 车都前后都碎了 后边有人棒把他撞上 他又把前面都撞上 连环的车祸 他们两个在中间 神保守 要不要感恩呢 感谢主 哈利路亚 那你今天开到这 你没出车祸 你要不要感恩呢 更要感恩嘛 阿们 哈利路亚 所以凡事先 我给你讲故事 有一天啊 我坐在那个 我去纽西兰不到 那时候纽西兰 洛杉矶没有直飞啊 现在洛杉矶有直飞到纽西兰 可能13个半小时 13个小时50分钟 我那要飞到新加坡 我从新加坡再转过去 好飞了20多小时啊 很辛苦的 从美国到新加坡这一段 啊 惨了 我一边坐一个美国人 这两个美国人呢 因为那个椅子 那个中间是三个座位 中间就一个座位 他俩一边一个都靠走道 我在中间 这俩人还是好朋友 还是女的 还比较那个胖 嗯 他俩一坐基本就没我什么地方 那他俩再一说话 我就说在后边 基本就看不到我了 我就想十几个小时啊 哇 这个很遭罪啊 我就想到这句话 你要凡事谢恩 我想我怎么谢恩呢 主啊 你给我弄个边的 我说你们俩说话方便 可不可以换一个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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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们出去上厕所方便 你知道吗 好像我这人就是空气 不存在 他俩想怎么说话怎么说话 哎呀 我就想到凡事先怎么先呢 总得找理由先嘛 对不对 我想对呀 感谢主 这是飞机 不是我们家 我可以忍受一时 我不需要忍受一生 Amen 感谢主 感谢主 她是我的邻舍 她不是我的太太 她如果是我太太 那我的一生好惨哦 你知道吗 所以感谢主的 一下心情就喜乐多了 啊 自己就睡觉了 等我醒了 已经飞机降落了 你要感谢主 Hallelujah 凡事先 Amen Hallelujah 所以有一个人呢 他做一个统计 他说 我们 如何要先呢 他如果你的 你的冰箱里还有食物 你的衣橱里还有衣服 你有瓦遮在你的头顶 你有地方有床可以睡觉 你已经是全世界 比全世界百分之七十五的人 还要富有 那我们今天 没有的举手 你没有这几项的举手有没有 你还有衣服吗 你冰箱里还有食物吗 你还有房子住吗 你有床睡吗 你就比百分之七十五人还要幸福 你看这非洲多少人 他们不知道下一顿饭在哪里 如果你银行里还有储蓄 钱包里还有钱 你还可以奉献 你就比世界上 你就已经是世界上 百分之八的富有人之一了 哎呦 我们想通账很富啊 我说钱包里有钱 我有房子 当然虽然是贷款买的 对不对 但是感谢主 哎我银行里有储蓄 虽然有人也担心 啪掉下去 嗯 但是我们已经是百分之八的富有的人 你还有什么抱怨的呢 你想一想 今天你是不是 是的感谢主 看你牌牌的人 哇 今天小灰一身名牌 昨天去商品买的 昨天天宁他们跑到那个咖啡 他们跑到那个沙漠那个大帽 搞到一两点钟才回来 呃 买了一身名牌不到一百块钱 说哇 美国太便宜了 呃 穿一身全新的 你已经是百分之八 其中一个了 哎 你要说你没钱 你就是在皱住你自己 你要记住 千万不要说你没有 没有就是在你捆绑你自己 皱住你自己 你说我有 我有神 我什么都有 Amen 哈利路亚 我有喜乐 我有平安 我有健康 今天我们看到Amy的见证 Amy你看漂亮的女孩子 工作那么好 突然就得了个怪病 这个东西这点不断的长 但是当她经历的疾病 她来到神的面前 Amen 我们用什么的祷告 上帝的话语成为她的力量 所以这句话还没说完 他说如果你父母还在健在 你夫妻没有离 你儿女还常常的在你的身边 你就是今天全世界少有的幸福之人了 弟兄姊妹 想一想 感谢主 我刚才我打开我的手机 我的女儿就两次给我留话 我就幸福的不得了 虽然没接到 就说明她想着我 因为她昨天是生日 昨天我们忘了给她打电话了 但是我们给她寄去了礼物 今天她肯定收到礼物了 向我们表示感谢 她打过去 我们就很幸福啊 Amen 弟兄姊妹 所以感谢主 当我们今天唱那种诗歌说 感谢神的时候 我非常的感动 这首诗歌是瑞典一个作者写的 后来翻译成英文 他最早是用瑞典文写的 他里面有几句话 他说感谢神赐温暖春天 感谢神凄凉秋景 春天我们感谢 秋天我们也感谢 因为一年四季有不同的美 Amen 我们东北人的冬天非常的寒冷 可是你们谁能觉得 我们东北的冬天何等之美啊 我们一到冬天 我们孩子在那边玩啊 那雪地里玩 我们拽了都不疼 你知道吗 我又一次喝酒喝多 我骑行车从上面飞下去 摔到雪地人就不见了 我也没疼 第二天醒来好好的 感谢神 Amen 南方就摔死了 你知道吗 任何地方都要感谢神 这是感谢神 他说感谢神 路旁的玫瑰 玫瑰是那么香 那么美丽 可是感谢神 玫瑰有刺 这句话你想想 多么奇妙啊 你说感谢神 给你美丽的妻子像玫瑰一样 可以感谢神 你的妻子有刺 有的时候刺的你很不舒服 你感谢神 总有人刺你不舒服 你老那么舒服也了 对了 那骄傲要死 你知道吧 总有人让你不舒服 你才知道你是谁 我就是这样子的 我感谢神 哈利路亚让我不舒服 所以我们也感谢神 当我们说感恩人 我就想到 这个有一位台湾的一个作家 叫姓林子 你们知道吗 她的妹妹原来在我们教会 这个 姓林子我在台湾住院的时候 我那时候身体有病 我非常的抱怨神 我就说神为什么让我得这种病 你想肾衰 肾衰竭还能干嘛 肾衰竭 我在院里待了三年 但是到台湾又住了一年 我在台湾荣民总院住一年 每天我在这里 我真的是很忧愁的 因为圣就等待着换圣 你知道吗 我就等待着换 每天都祷告 很虔诚啊 主啊给我个圣 主啊给我个圣 天天祷告 后来有一天 我那隔壁老将军说 伯利弟兄 这个祷告不合神的心意 有的基督徒很自私 你刚才看的电影不是吗 很自私的 我说那不是凡人 就是祷告祈求吗 将自己需要的告诉神吗 我需要圣我就告诉他呀 他说你这个祷告就是 主啊死个人 主啊死个人 这个祷告很自私 那我该怎么祷告呢 他说你求主医治你的圣 主啊你医治我 你医治我 因为圣是你造的 有没有 相应吗 我们身体 所有的灵件都上去造的 有没有 你相不相应 所以你的灵件坏了 你不要找别人 你要找上帝 让他给你换新的灵件 有没有 主啊求你给我造我 给我一个新的的信 使我重新有正直的灵 有没有 哈利路亚 所以当遇到任何问题 我们来找神 不是抱怨他 是祈求他 是祈求他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借着祷告 祈求 我们需要的告诉神 神就赐出人意外的平安 在耶稣基督里边 保守你的心怀意念 所以信主的人是蒙福的 姓林子说他高中的时候 得了一个风湿病 风湿性关节炎 我没有得过这个病 但是风湿性关节炎很遭罪痛 他主要就是痛 他那个骨节变形 骨头就变形 然后痛 痛到什么时候呢 痛不欲生 痛都不想活 你知道吗 有的人得风湿性脏病 风湿性关节炎 受不了就跳楼了 跳楼了 痛都受不了 姓林子在这个苦难中 他写了很多的书 因着苦难 他对神有更深的经历 所以他写出了好多的书 这些书 后来祝福了很多很多 很多很多在成长中的人 比如说生之歌 生之诵 信林小祭 在生之歌中 他将生命比喻成一首诗歌 他说生命就是奥秘 生命就是一首诗歌 诗歌有高有低 有启程转合 弟兄姊妹 我们的人生也有高有低 有启程转合 我们有的时候快乐 有时忧伤 有时健康 有时疾病 有时富足 有时贫穷 你的一生都会经历过这些 我的父亲说 儿子 记住一句话 人的一生三穷三富过到老 没有什么可以计较的 富的时候 不要忘记 还有穷人需要你帮助 穷的时候 不要丧志 要穷的有志气 就是意思穷不要偷 穷不要偷 穷不要抢 穷不要犯罪 所以圣经说 我们祷告神 保罗说 让我不要贫穷 也不要富足 为什么 贫穷 怕我来 玷污你的名 那富足又怕我忘记你的名 骄傲 所以让我不要贫穷 也不要富足 所以保罗说 或处贫穷 或处富足 我都可以胜过 我都可以知足 我都可以知足 所以我们感谢神 弟兄姊妹 感恩节到来的时候 我真是盼望弟兄姊先生感恩的心 你有没有对你父母感恩 想到父母 你如果你的父母还活着 不管在这里还在国内 赶紧打一个电话 或者写一封信最好 现在我们有微信 微信 写几个字 你比跟他说话 他还记得住 我给我母亲写的信 我母亲常常拿出来读 都已经十几年前的信 我在疾病中写的信 我的母亲还在拿信 每次拿信的时候 她都流着眼泪说 我儿子写的信 因为那是我生病 人之将死 其言也善 我给我母亲认了很多的错 我歌颂她的母爱 母亲就最喜欢看这样的信 她不喜欢看你骄傲的时候 你成功的时候 她喜欢看到你来到她的面前 像小孩子一样 Aven 我们的神何尝不是如此呢 她希望我们来到她的面前 像小孩子一样的单纯 依靠她 相信她 哈利路亚 那如果你今天 你的配偶还在你的身边 她还活着 你有没有向她献上感谢呢 感谢主 你的配偶还活着 尽管她有时候不那么太 合我们的心意 对不对 我的老师叫吴德胜 她的师母叫 师母叫周叔慧 周叔慧师母常常抱怨 吴牧师乱丢袜子 吴牧师有天跟我们讲课说 我告诉你 有一天我对他说 有的丢就比没的丢好 他一下就明白了 他一简话说 感谢主 有的丢就比没的丢好 所以夫妻真的 我们今天还在 还在一起 还可以彼此相爱 我就应该感谢神呢 你的丈夫没有生病 你的妻子没有生病 你知道我们俩经历了多少的疾病 师母的脑流的时候 每一天我们都在一种压力之中 我们每一天 那时候祷告特别的迫切 希望神来医治他 那今天健康 还能读书 还是学霸 那感谢主 阿里路亚 对不对 所以他要读神院的时候 我也很挣扎呀 读神院一走三年 这个 我一个人生活 对不对 我们家还有狗 不是我一个人 你知道吗 每天早上 每天都去遛狗 就是重担 出去在布道 狗怎么办 我每天想 我一出去 我狗怎么办 我都不敢出去了 你知道吗 送人又舍不得 产生感情了 那小眼睛看着你 哎呦 你怎么能把他送人呢 感谢主 这个 这个 但是我想到他要去服侍主 他没有疾病了 健康了 感谢主想干什么 OK 没问题 只要我们还活着 只要我们还相爱 什么都不是问题 你们 感谢主 为你的配偶感谢主 为你的儿女感谢主 没有 你感谢过你 来来每天干他 他惹一件事 你看他放得很大 他那么多的优点 你不去看见 你没有表扬他 你想一想你的儿女 在你的身边 他多么希望 爸爸妈妈能够 给他一点肯定 我们中国人 特别吝啬肯定儿女 我的父母就是这样 我一辈子他们都没有肯定过我 那后来 到了晚年 现在父母开始感谢我 因为都是我带他们信主的 所以现在肯定了 说这儿子还不错 我记得有一次我爹那时候 他坐火车回东北 还坐软卧 坐软卧 然后我爹就在上铺 底下下铺的一个人 年轻 就说 哎呀 这个老先生 你坐下铺我上上去吧 那个人是一个首长 当官的 大气的老总 就人家秘书还不干 那我爹也不好意思 但是后来还是换了 我爹就坐在底下 然后那个人呢 就读圣经 我爹说 哎呀你信主啊 那人说是 我怪不得这么好 这个老总把下铺让给上铺的人 怪不得这么好 说我信主 说 他说我也信 我也信主 那那人说 那你是哪人 他说我是东北人 黑龙江城 万贵县的 哎呦 万贵县出了个牧师哦 叫张伯利啊 我们经常听他讲道 我爹就自豪地说 那是我儿子 第一次为我自豪 就那一次 你知道吗 这个儿子 原来那么多人因着耶稣 听到这个儿子讲耶稣 听到这个儿子讲耶稣 信了主 我爹才觉得我这个儿子 他一生中都没有肯定过的 还有点用 起码下部换给他了 老总说 有事以后找我 需要什么 告诉我 你是张伯师的爸爸 就是我们的父亲 住内我们的弟兄 哈利路亚 弟兄姊妹 你看到没有 你肯定过你儿子没有 好好的鼓励他 感谢神 让他做我的儿子 明白 我常常想我的两个孩子 感谢神 让他们做我的孩子 我何等的福分有这样的孩子 我感谢神 我也感谢神 你为教会感谢神没有 我感谢神我们的教会 今天弟兄姊妹来看到这个教会 多少弟兄姊妹的祷告 感谢神有你们 保罗说每当想到你们 我就感谢神 我也是这样 每当我来到教 我最喜乐的时候 就每个礼拜天我来到教会 能看到你们 就是看不到你们 我就心里有一点的 我就会打电话给你 我就会问一问 最近怎么样 是不是需要身体 需要祷告 是不是工作 有压力 有重担 忙 我会打电话给你 你不要不好意思 我打电话 其实我是真的是想念你们 没有别的意思 都一定要来啊 你为什么不来聚会呢 不是这个意思 是真的 见到你们 我就喜乐 我们教会今天走到今天 多少的弟兄姊妹 这三年多 我们经历了多少的风雨 我们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 那时候我们搬了多少次家 你们 我们一次又一次的搬家 一次又一次搬家 最后我们终于有了一个 我们可以永远聚会的地方 Amen Hallelujah 把荣耀归给耶稣基督 多少弟兄姊妹的祷告 多少弟兄姊妹的奉献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想到你们 我就感谢神 感谢神 有你们 和我一同来行走天路 和我一同来建造这个教会 让我们的教会 能成为一个传扬福音的教会 把福音传给更多的中国的新移民 每当想到他们 我就想到我的父老乡亲 我觉得能够在美国我们建立一个爱的家 让他们能在里认识耶稣 生命成长 家里不管遇到什么的难住 来到耶稣的面前 接着祷告祈求 把需要告诉神 神就赐出任意外的平安 在基督里面保守我们 Amen Hallelujah 感谢神 你有没有感谢神给你父母 他们还健在 我的父亲94岁 我的母亲90岁 他们还健在 感谢神给你妻子 给你丈夫 想想你的丈夫 不管他怎么样 你看他辛苦的工作 然后 把他的报酬拿回来给孩子 给妻子 他们生活所用 感谢他 不要老说他 你看人家都当老总了 你还是小总 什么种都没关系 只要他还健康 他还爱这个家 我们就感谢神 Amen Hallelujah 那你感谢神给你的妻子没有 你的妻子 教养孩子 帮助丈夫 常常的为你祷告 很多的姐妹在家里面 都是祷告的勇士 我们弟兄就忙啊忙啊忙于服侍 多少的姐妹在家里为我们祷告 我们在前面征战 后面有看守兵器的 我们感谢他们没有 感谢他们 感谢你的父母 感谢你的丈夫 妻子 配偶 感谢你的儿女 他让你学习做父亲 学习做母亲 成为不一样的人 Amen 感谢那些批评过你的人 甚至那些委屈过你的人 因着他们的委屈 你成长了 你才知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到何等的委屈 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 那么多人侮辱他 讥笑他 那今天你也是 当你受到委屈 甚至逼迫的时候 你就与主更近 Amen 这更能了解耶稣在十字架上所经历的一切 今天也许你的环境不好 也许你的绿卡还没有拿到 你身份被拒绝 也许你的夫妻 关系有张力 也许你工作上还没有一个合适的工作 也许你刚刚来到美国 你不知道前面道路怎么走 我都走过了 你看到我今天 你就想到你的未来 Amen Hallelujah 爱我们的神 他带领我们走过每一天 爱我们的神 带领我们走过高山或低谷 他擦干我们的眼泪 他安慰我们引导我们 在感恩的季节里面 我们要向神献上感恩 首先向神献上感恩 然后向我们的亲人献上感恩 让我们做一个感恩的人 常常的喜乐 不住的祷告 凡事谢恩 因为这是神的命令 我们遵守命令 就是神的好儿女 Amen Hallelujah 来我们唱首诗歌 我们请诗班上来 来跟我们一起唱感恩 诗班都上来 都上来 我们唱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感谢神 敬拜团 十班十班 感谢神 Hallelujah 我们大家都上来吧 来我们请你们一起跟我唱诗诗歌 思琴也上来 感谢神 Hallelujah 就是诗歌写的好 对不对 感谢神 首先感谢神赐我救庶主 赐我们耶稣基督 感谢神丰富的预备 祂预备 祂预备救恩 使我们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 感谢神过去的同在 感谢神 主耶稣在我们身旁 永远的在我们身旁 Amen Hallelujah 来我们请诗琴 感谢神 Hallelujah 没有谱子 没有 好有没有了 那个琴 钢琴打开 用钢琴来 张力兄 用钢琴 感谢神 Hallelujah 感谢神没有电 我们感谢神 Amen 所以我们凡事情 Amen Hallelujah 你看我们感谢神 又来一个会弹琴的 所以张力兄 大力灯 啊 F调 哇 这独奏水平 感谢神 感谢神 此我救赎主 感谢神 丰富与美 感谢神 我去的同在 感谢神 主在我堂里 感谢神 此温暖春天 感谢神 起量究竟 感谢神 脱干我眼泪 感谢神 此我安宁 感谢神 此够梦 决望中的安慰 感谢神此无间恨天 感谢神无名此爱 如果你是夫妻拉起手来好不好 Hallelujah 我们再提高一点 是夫妻拉起手来 如果你不是夫妻也可以拉起手来 你对你旁边的人说 感谢主我认识你 感谢主你做我丈夫 感谢主你做我妻子 感谢神此无旁玫瑰 感谢神玫瑰有此 感谢神此家庭温暖 感谢神要不盼望 感谢神此心的忧愁 感谢神此明天探望 感谢神此道有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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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 谢谢你流了宝血 洁净了我们 谢谢你破碎了身体 医治了我们 说我们谢谢你为我们而来 谢谢你经历人生最苦的苦难 去把平安喜乐赐给我们 Hallelujah 有你做我们生命的主 我们还有什么可以惧怕的呢 我们跟随你每一天 行在平安喜乐得胜之中 主啊你告诉我们 常常的喜乐 让不住的祷告 凡事弃恩 谢谢你做我们的主 让我们可以有谢恩 来到你的面前 谢谢你过去一年的引导和带领 谢谢你赐给我们生命的饮食 谢谢你赐给我们儿女和家庭 谢谢你 在我们前面还有艰难 让我们可以成长 长成基督的神亮 Hallelujah 我们谢谢你 我不知道我们这里 还有没有信耶稣的 如果你没有信耶稣 这么好的神 这么爱你 你愿意今天晚上信耶稣 你举手为你祷告 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电视机前面我们也有 如果你电视机前面 听到今天的信息 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助 你举手说 主耶稣我愿意做上天 感谢主 还有吗 Hallelujah 还有吗 感谢耶稣 请你举手 主耶稣 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生命的主 一生一世跟随你 还有吗 Hallelujah 如果你今天有一个感恩的心 你说主 我知道 你爱我 我谢谢你 我要把我明年都交给你 你引导我明年每一天 不管什么 我都感恩 明年让我更强壮 更爱主 Amen 如果这样的弟兄 我们举手说 主耶稣我愿意 Hallelujah Hallelujah 赞美主耶稣 亲爱的主 祝福我们每一位 祝福我们 接受你作为救助的每个孩子 在你的爱里边 他们有丰盛的生命 一生跟随耶稣 祝福我们每一位 祝福我们的教会 祝福每个小组 祝福每个服侍的弟兄姊妹 愿你在我们 侍奉中掌权 在我们教会中掌权 在我们敬拜中 得一切的荣耀 Hallelujah 祝每个弟兄姊妹 在新的一年 健康 平安喜乐 让我们在家国内的亲人 也身体健康 灵魂兴盛 凡事讨上帝的喜悦 伴随我们走新的一年 Hallelujah 把荣耀归给你 把祝福归给每个上帝的儿女 和寻求真理的人 感谢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Amen Hallelujah 弟兄姊妹 鼻子握手 感谢快乐 感谢快乐 Hallelujah 感谢快乐 鼻子握手 感谢快乐 感谢主耶稣 感谢神 我救赎主 好 大家彼此握手 感谢快乐 好 我们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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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